欢迎回到我新的语言podcast 这一集是第三集 那这一集很简短的就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说 很多在学外语的人 他们会说 在讲外语的时候很卡 然后很慢 然后犯了很多错误 那这边讲的很卡 不是说他的语言能力有问题 或是语言程度不好 而是说如果你给他一些时间 他可能可以写出非常正确 非常棒的句子 可是他的口说就是很卡 不知道为什么 好 那我个人的观察是 通常在说外语很卡的人呢 可能在说母语的时候 也有同样的情况 那这又有两种情况 一是就是他的说话的特色 风格 语速本来就是这么慢 所以他在说外语的时候 就会延续他一贯的风格 不会说他在说母语的时候说得很快 然后说外语的时候 就突然变了一个人 就语速变得非常慢 通常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你母语说得很快 你的外语会说得很快 好 所以第一个可能是 你讲自己母语的时候 也很容易卡住 那这个有没有改善的方法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必须要靠多朗读 多念来改善 然后第二个第二种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 他的语言能力完全没有问题 他说话的语速非常快很流利 可是当他说完了一两分钟之后呢 你常常会就是问号问号问号 想说你想要表达什么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你语言组织能力的问题 或是你抓重点的能力 可能就跟你语言的程度没有关系 而是你没有办法把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用简单的语言说出来 你会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 用不同四个五个六个句子来表达同一件事 可是最后大家还是没有办法知道 你想要表达什么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呢 你可能就必须要练习抓重点 或是整个组织文章组织演讲的能力 好 这个就是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你在说一个外语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像另外一个人 好 这个是我在泰国读书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泰国的老师 他是泰国人嘛 然后他就说 他在说英语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跟他说 你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 怎么好像个性整个人都变了 那他说完这件事之后呢 我就开始思考 然后我也观察了一下 那我觉得 他说的其实蛮有道理的 那我认为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嘛 还有社会跟文化的背景 举例来说 日语跟韩语是一个比较注重 长幼永续跟辈分的语言 所以你根据不同的人 不同的位阶 你就要使用不一样的语言 所以韩语跟日语听起来 就会比较正式啊 或者是比较重视这种辈分关系 那相对来说 英语可能就会比较随意 比较自由 因为你可以直接叫你父母 甚至老师或是长辈 上司的名字 所以就会给你一种 比较自由 有自由的味道这样子 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 是因为跟他本身语言的特性有关 好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 比较常听到的 大家对于外语的感觉好了 举例来说 最常听到的就是 大家觉得法语非常的浪漫嘛 然后我有朋友跟我说 他觉得西语非常可爱 一定要去学西语 然后也有人说 意大利语非常好听 是全世界最好听的语言 然后也有人说 中文很像在唱歌 因为有声调嘛 还有什么 韩语非常的吵 很像在吵架 对了 我有一个学生说 泰语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可爱 还有我听过 有人说 英语是全世界最好听的语言 那我去思考了一下 然后我也觉得 好像确实是 好像没有另外一个语言 听起来像英语那么舒服 好差不多是这样 我现在想不出其他的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自己有一些感觉的语言 例如我觉得韩语非常的酷 虽然大部分的人觉得 韩语很吵很像吵架 可是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韩语非常的酷 就是没有很好听 可是是一个很酷的语言 是我很想要会说的语言 好然后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西语很吵 有一点吵 很像在菜市场 买菜的时候的场景 我觉得日语很死板 就是有点无趣 当然这是我个人主观的意见 我知道大部分的台湾人都非常喜欢日语 好那所以第二部分 就是一些对于语言方面的观察 好那以上就是我这一集 跟大家分享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如果你说外语的时候很卡 可能是因为你说母语的时候就很卡 第二个是一些 对于不同的外语 有的不一样的感觉 那欢迎大家也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你对于某几个语言 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podcast 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